泰鲁阁号又传出意外了 这是台铁在8点45分接获的通报 405次号从台东开往树林的泰鲁阁列车 在五塔车站发生了不明物体的碰撞事件 导致了北回线上下行的部分列车都延迟 台铁表示呢 这次列车在通过了五塔站的时候 因为月台正在进行加高的工程施工 有工人在没有派出瞭望员的情况之下 就跨越了月台 列车只好紧急的刹车 还好是没有发生意外 而台铁表示呢 宜兰公务段派员办理保修的作业 但是呢厂商没有获得通知就进场作业 已经要求对厂商采取重罚 要彻底的预防类似的情况发生 好 过之前呢 泰鲁阁事故卫福部募德的善款高达11.1亿元 而监督文会决定了 家属代表将会从原本的两席增加到最多八席 但是拟难者家属大骂 这是善心人士的前政府 政府的善心是在哪里呢 甚至呢在起诉书上面呢 丝毫看不到台铁的责任在哪里 扬言要台铁跟政府都给个交代 事故争败十四天火速贞结 蔡政府急着清理战场 但看完起诉书家属的心在淌血 遗体修复团队发言人王威军 脸书一篇po文说出家属心声 家属痛批受害者的痛 政府了解吗 用火车事故来募款 这是善心人士的钱啊 政府的善心在哪里 一千五百万是要来买亲人的命吗 在起诉书上丝毫看不到台铁的责任在哪里 扬言必须要给个交代 怒红台铁装的跟受害者一样 厂商不就是台铁找的吗 一副事不关己让人看不下去 你送钱来给我的时候 我其实我真的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我的女儿才刚刚死 然后你们送钱来给我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意外发生后各界捐款 如雪片般涌入卫福部账户 怎么用也被外界骂翻 原本监督委员会成员 家属代表只有两位 现在决定除了官员和社会公正人士之外 离难者家属席次增加到8人 但钱先目了再说 如何发放还是没个答案 事故后民众慷慨解囊 发动雀募的卫福部 若没能有一套完整的机制 民众的热血恐怕沦为迷糊账 记者林文林佩洁台北探访报道 请不اض觀看 关燈 请不吝点赞 设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her deat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her death